3月1日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败会印度总理莫迪 作者A大 影片开始前 请先按赞、分享、留言及追踪 今天台股上涨94点 成交2515亿 上星期五MSCI调整 台股开高涨100多点 然后收下跌111点 今天台股开盘下跌100多点 最终收涨94点 外资群愈来愈会完了 一般MSCI调整都会是第一笔就涨回来 这一次反其道而行 不过第一笔没有涨回来 反而第一笔还下跌100多点 最终尾盘才把MSCI调整下跌的涨回来 大盘是有很多全职股组出来的 今天鸿海第一笔就爆量成交6218张 下跌1元 成交在100元 明明该是要涨1元 结果第一笔还让鸿海跌1元 我说过 短线外资群可以透过筹码去完成他们想要的价位 但代价就是赔一点钱 今天我们会来追踪一下在鸿海主力中损益情况 还有为什么那些主力会这样做 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影片第二段来看鸿海产业新闻 刘董又跑去印度拜会总理莫迪 对鸿海来说 印度是一个有人口红利的国家 对印度来说 鸿海能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 就看中国是不是能寄出什么很好的优惠方案给鸿海 不然很多供应链都按照品牌商的指令把部分才能移出中国 对鸿海来说 很多供应链都过去了 鸿海要过去就更容易了 而且很多供应链过去后 这是会加速印度的基础建设速度的 影片最后一段来看一下网友问答 有一些一般讨论区网友觉得在股市最终一定会赔光出场 其实如果你把股市当赌场的话 这个想法就是正确的 如果你把股市当投资的地方 你工作赚钱添金的意 你把钱投入公司 公司赚到钱配给你也是理所当然 怎么会最终是输光退出股市呢 有一些网友喜欢去买一些奇怪的ETF 之前我说过 反向ETF 恐慌指数ETF 这些ETF没有负责提供钱的角色 最终你一定是抱越久赔越多的 之前有一档恐慌指数ETF下市 所有的钱都是被券商 经理人 政府赚光了 在玩这一类ETF时 你要支付管理费 期货换仓费 交易税 手续费 却没有任何一个提供钱的角色 最终你赔光也是正常的 一般你投资股票 公司每年会赚5到10%给你 如果你买的ETF背后是公司 那充其量就是每年备扣一些管理费 然后调整持股费 一年还是能赚个3.5到8.5% 在投资一项标的前 你要先想好有没有负责提供钱的角色 如果没有 最终肥羊一定就是你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 外资群在鸿海逆市操作唯有赔钱的下场 二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拜会印度总理莫迪 三 投资真的能赢并且赚到的钱如何应用呢 今天台股成交2519.95亿 上涨94.7点 涨幅0.61% 收在15598.49点 贵买指数上涨1.12点 涨幅0.54% 收在206.99点 电子上涨11.23点 涨幅1.55% 收在733.63点 金融下跌9.56点 跌幅0.61% 收在1562.05点 今天外资群卖超台股45.2亿 投信买超台股14.73亿 自营商卖超台股26.84亿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台股57.31亿 外资群期货减少774口 期货流仓多单14832口 三大法人期货流仓为多单14932口 美元对台币来到1比30.54元 上星期五MSCI尾盘整理爆出大量 最终下跌111点 理论上今天一开始就要上涨100点 结果竟然还开低跌100多点 最终收在上涨94点 外资群玩出了新的境界 大家记得今天这种盘一定是有人开盘故意大卖 结果被逆转的拉上来 个股中一定会有人赔很多钱的 那些外资群就是一早大卖 让指数开盘 红海及台积电也有这样的情况 稍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个股筹码面 上一个美国股市交易日 到穷下跌232.39点 跌幅0.71% 收在32656.7点 S和P500下跌12.09点 跌幅0.3% 收在3970.15点 纳斯达克下跌11.43点 跌幅0.1% 收在11455.54点 费城半导体上涨7.18点 涨幅0.24% 收在2958.39点 今天沪深300上涨57.48点 涨幅1.41% 收在4126.94点 日经225指数上涨70.97点 涨幅0.26% 收在27516.53点 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0.21点 涨幅0.42% 收在2412.85点 上市成交金额排行前五名 第一名的是台积电 上涨2.15% 成交203.19亿 第二名的是联发科 上涨9.41% 成交120.36亿 第三名的是世新 KY 上涨9.64% 成交89.91亿 第四名的是创意 上涨1.72% 成交63.23亿 第五名的是华星 下跌9.89% 成交61.8亿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美龄 买了3559张 第二名的是摩根大通 买了943张 第三名的是国泰板桥 买了636张 买第四名的是台湾摩根 买了606张 第五名是美商高盛 买了566张 买第一名的花旗环球 买了2214张 买第二名的是凯基台北 买了866张 买第三名的是元大台北 买了599张 买第四名是凯基高美 卖了500张 卖第五名的是元富伟成 卖了493张 今天鸿海开盘下跌1元 股价以100元开出 成交量来到6218张 上星期明明MSCI最后一笔调整 使得鸿海股价多跌了0.5到1元 当天是下跌2元 这已经是很夸张的跌幅了 今天开盘竟然有人卖了6218张 让股价下跌1元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是哪一些外资及券商卖的 今天当冲很惨的有小摩 赔了213万 买2705张 卖1761张 合计买943张 高盛赔72.6万 买1798张 卖1232张 合计买超566张 瑞银赔418.4万 买2831张 卖3193张 合计卖362张 看到瑞银买卖这么少 又赔这么多 很明显早上红海股价开在100元 瑞银一定是凶手之一 元大赔302.5万 卖7332张 卖7522张 合计卖190张 这根本就是在当冲了 完成了一买及一卖 结果赔了302.5万 红海今天仅有在开盘时出现100元 所以我们只要看100元的买卖名单 就能知道凶手是谁 卖第一名的 瑞银卖1443张 这也活该今天瑞银赔这么多钱 赔了418万 卖第二名的小摩卖1247张 赔了213万 卖第三名的是花旗环球 卖1203张 花旗环球没有当冲 所以今天没有什么赔钱 但手上的股票被别人以见价买走 卖第四名的是高盛 卖了779张 赔了72.6万 卖第五名的则是大摩 卖了574张 买了634张 很明显大摩是想要参与早盘的试错 想要稳住价格 今天在100元买最多的是美龄 买了768张 大家还记得前几天我追筹码吧 哪两家买最多呢 没错吧 就是美龄及大摩 从2月6日到2月24日期间 买超第一名的是台湾摩根 买了17979张 第二名的是美龄 买了12051张 所以大摩及美龄会去互盘的几率很大 毕竟他们已经买回了 今天美龄在红海中是买超第一名的 合计买了3559张 从100元买了后 再买100.5元5030张 卖1107张 再买101元828张 卖187张 再买101.5元1064张 再买102元1310张 卖1256张 再买102.5元2062张 买213张 很明显今天就是美龄 把红海股价拉上去的 中间做了卖了再买 可能就是把下面挡的买转换成 向上买的力量 假设美龄要买3559张 如果向上买 买到102元就没力气了 这时股价在102元要买 102.5元要卖 美龄就卖102元 然后去买102.5元 最终就是一样的张数 把股价向上拉抬 今天开盘在100元放大单卖的瑞银 花旗 高盛 他们是有动机让红海开低的 上星期MSCI调整 他们没有买回来 高盛卖了8824张 花旗环球卖了5670张 他们就是希望红海股价下跌 他们在星期五均卖价位 101.5元 如果红海开在100元 股价被挡在100到101元之间 那他们就能顺利的买回 早上有看盘的人应该都知道 在100.5元及101元都被挡了近万张的卖单 结果只要台股稍微的向上涨 红海中买盘比较积极一些 也不需要几百张的买盘 只要连续几张 几十张买的比较积极时 当在100.5元及101元的近万张卖单就一直取消 这就是外资群为了迷惑散户的方法 他们想透过挡大单把股价控制在他们想要的区间 但他们又没有胆量真正的卖 所以看到买盘稍微积极一点时 就会一直把卖单取消 今天一直向上买的就是美龄 星期五买了5015张 今天绝对是有动机向上买的 买第二名的是大摩 买了1445张 近半个月大摩买回近2万张 看到有人想要一直把股价压下去 他当然会稍微护一下 这时有人说 大摩不是还有近10万张没有买回来 为什么要护呢 让股价跌下去 他不是反而比较开心吗 你这样想就有问题了 大摩的10万张不是什么绝对优势的大单 近一年半来 外资群卖了鸿海120万张 所以10万张也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大单 当大摩逐步买回时 他当然要确保买回来的部分能赚钱 如果他10万张在102元买回来 结果就开始每天被一些还没有买回来的灌纱 压制 他也只能每天被减套 所以当然在买的过程中就要稳住 随着越买越多时 股价要越来越高 这样对大摩来说才会是比较安全 最终买回来后 均价如果是104元 最好股价能在110元 这样大摩才会有安全边际 至于今天一早卖最多的瑞银 上星期五他也是先卖后买 赚了114.6万 卖在101.61元 买在101.09元 瑞银以为每天都在过年 每天都只要先卖后买 这样就困罢数钱 结果上星期五赚了114.6元 今天赔了418万 要成功四次 才能让他失败一次 之前我和大家说过了 如果你在鸿海中当冲 如果是以0.5元为目标 你当冲赚一次0.5元 这样扣掉手续费0.1% 交易税0.15% 这样一次你能赚0.25% 以目前鸿海股价100元 0.5元就是0.5% 一次你能赚0.25% 那赚钱及赔钱的几率是个半 你如果赔一次0.5元 再加上手续费及交易税后 就是0.75元等于你要正确三次 只能错一次 大家不要忘了 股市中市涨 盘级跌 如果你102元买 102元卖 你还是要损失0.25%的手续费加交易税 常常看到一些人傻乎乎的在鸿海中玩短线 玩久了你一定是闻死的 你会有赔0.75% 赔0.25%及赚0.25%的几率 这种4比1的赌局 你怎么会蠢到去接受 白话文就是 我们俩来翻牌 有四张牌 分别是1 2 3及4 翻到1你能赚100元 翻到剩下的你要输100元 你要不要和我玩呢 我看到大部分的人都摇头 现实生活中就惊得像猴儿似的 进到股市中后就蠢得像猪 那也活该你赔钱了 今天鸿海成交量44987张 股价上涨1元 收在102元 照这个筹码面来看 外资群卖18118张跌2元 买3418张涨1元 外资群想把120万张的鸿海买回去 真的就是遥遥无奇了 外资群会发觉股票越来越难买 今天以为上面挡了几万张股票要卖 结果买个两三千张后 挡的卖单全部都取消了 这就能看出来这些外资群在里面装神弄鬼 有一些散户一直觉得上面被挡了大单 所以股价不会涨 慢慢买就行了 其实那些都是外资群自己在那挡的 今天早上如果有看盘的人 应该可以看出挡在上面几万张的卖单突然就消失了 也没有出现什么499的大单买进 就稍微有人连续买几张 几十张 买得比较积极一点 上面挡的大单就取消了 外资群想要买回120万张 没有买到150元以上 真的是不要幻想了 当他们动真格大买时 就会发觉上面那些大单都是海市蜃楼 一切都是假的 单纯就是拿来吓唬一些半吊子的散户 让那些散户觉得上涨无望 上面好多大单 就把买单挡在下面 想要低一点 再低一点 这样就不会有人和外资群抢买股票了 但有趣的是是 外资群想要把红海股价灌杀下来 就会见价的把股票卖给挡在下面买的散户 最终自己的股票就越来越少 我说过 外资群卖的时候可以很帅气 一万张 两万张 三万张 四万张的砍 未来要买回来时 发觉买个几千张股价就涨上去了 没买几张就要开始再装神弄鬼一下 不然股价涨太快 星期五外资群本来想趁着MSCI调整 想说四天廉价 一些散户会现金未亡 入带为安 长假先卖一趟 结果这些口诀在红海中都是无效的 外资群的股票就只能一点一滴的被散户买掉 2月6日到3月1日期间 主力券商买超第一名的是台湾摩根 买了18585张 第二名的是美龄 买了15610张 第三名的是瑞士信贷 买了8429张 买第四名的是上海汇丰 买了6890张 第五名是国泰综合 买了4905张 卖第一名的花旗环球 卖了10611张 卖第二名的是港麦格力 卖了9667张 卖第三名的是瑞银 卖了6417张 卖第四名是摩根大通 卖了5325张 卖第五名的是元大台北 卖了5041张 看完近一个月主力券商进出的结果后 大家就不会惊讶早上为什么花旗环球 瑞银 小摩要让红海开低在100元 也不会觉得为什么美龄要从100元买到102.5元的拉台股价 大摩为什么今天要去吻盘 唯有透过短 中 长线主力进出的情况 你才能比较清楚的了解这些外资群做某一些事的动机 这些筹码面就是骗不了人 你自己想一下 如果你是外资群 你买了或是你卖了后 当然就是希望股价朝自己希望的方向前进 最终短线往哪个方向前进 就看哪一家外资群比较够利 但中长线红海股价一定是会朝价值方向前进 我说过 短线任何的面向 如筹码面 技术面 心理面 消息面 这些在中长线面前就是个弟弟 中长线的基本面及产业面 这是决定股价长期走势最重要的因素 新闻说 红海董事长刘洋伟28日晚间拜会印度总理莫迪 刘洋伟说 他正在印度访问 并与莫迪有一个温暖的会面 他向莫迪更新红海在印度的最新进展 红海将持续在印度建立生态系统 使红海的股东能够分享 合作与共融 这是刘洋伟在去年6月下旬首次拜会莫迪之后 双方的第二次会面 可以看出 红海规划在印度建立完整的电子产业供应链的决心 这也是符合大客户苹果的策略 刘洋伟上周才倾赴中国大陆郑州巡场 确保iPhone最大生产基地 承接后续大客户心机无余并顺利量产之际 红海在印度的布局也不停歇 促使刘洋伟二度赴印度与莫迪会面 并度财经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导 红海与印度跨国集团Vidanta设立的合资公司决定 规划中的半导体及显示玻璃厂 将设在印度总理莫迪加乡古吉拉特邦的特别投资区 印度经济时报去年9月报导 红海与Vidanta的合资公司 与古吉拉特邦政府签署被忘录 同意投资195亿美元 约新台币5925亿元 设厂 生产半导体晶圆及显示器 报导引述为具名的高层省政府官员谈话指出 半导体晶圆及显示器的制造工厂 将设在多雷拉特别投资区 印度中央政府对投资计划的审核 已进入后期阶段 多雷拉特别投资区 位在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 士德里 莫买投资走廊的一部分 被印度政府列为模范招商特区 号称拥有印度最完善的基础设施 及友好的投资环境 A大回答 刘董近一年来持续地和印度总理莫迪碰面 显示印度对鸿海相当的重视 之前常常有一些无知的人 在那说鸿海工厂在中国很危险 会被没收 会被共同富裕 这些都是无知的人 及政治酸民在带风向 鸿海之所以在中国设定工厂 那是因为中国能提供好的基础设备 当初还有人口红利 鸿海在中国制造可以成长式的获利 近年来 中国的人口红利渐渐消失 在中国的薪资愈来愈高 但中国的基础建设 还是比其他国家来得要好 所以鸿海会持续地留在中国制造 近几年中国坚持动态清零 把很多外资企业及台商逼出中国 一些品牌厂害怕之前的风控再重演 也要求供应链移出中国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 鸿海一只手机虽然有六成可以自制 但还是很需要其他供应链的配合 不是鸿海一间说要搬移中国 就能搬移的 在疫情的影响中 很多供应链都移到东南亚 鸿海理所当然的也会过去 这些是品牌厂要求的 例如苹果 当苹果下命后 整个供应链就都会搬到非中国地区 这时鸿海到了别的国家 供应链才能相对应的健全 而且有件很重要的是 当越多外资企业及台商搬到某一个国家时 当地政府才会积极地去做基础建设 这应该很好理解对吧 钱等于劳力抵用券 假设印度在没有企业要进到印度前 就疯狂地举债做基础建设 最终没有企业要进来 这对印度的经济就会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当很多供应链都要到印度 这时印度政府就很有底气去做更多的基础建设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印度的环境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目前印度有人口红利 平均年纪比中国年轻 未来一些制造业如果在印度顺度发展 应该是能享受到10到20年的人口红利 所谓的人口红利是指便宜的劳动力 当企业劳动力便宜 这样营业费用中的人士支出就会减少 盈利率自然就会提升 当盈利率高 获利就会增加 新闻说 鸿海半导体策略厂奖上议 出任MIH电动车联盟委员 鸿海主导的MIH开放电动车联盟 本月宣布旗下委员会成员名单 委员任期自2023年起至2024年 其中 前台积电研发老将奖上议 在新任鸿海半导体策略厂后 代表鸿海成为MIH委员 MIH开放电动车联盟 在二月会员月刊中指出 新公布的委员们在汽车 Mobility 自通讯 ICT 认证和测试 新创 一般创投生态圈等行业 拥有坚强的专业能力 将透过丰富的经验及知识指导MIH 强化并推动联盟下一个成长阶段的发展 观察MIH委员名单 除了鸿海半导体策略厂奖上议之外 还包括国发基金副执行秘书蔡一间 资讯工业测进会软体技术研究院 代理副院长蒙以亨等 带有政府色彩的人士 也包含微软产业创新方案 亚太区总经理叶宜君 以及其他产学 测试机构成员 MIH开放电动车联盟 于2021年7月正式运作 目前已有2596个会员伙伴 来自全球68个国家与地区 联盟于2022年8月份 进行委员会架构更新 将原先的咨询委员会 及技术委员会整合为MIH委员会 委员任期为2年 持续提高联盟运作 开发电动车相关技术 与标准制定的效益 A大回答 之前鸿海和MIH软体平台的 鸿海集团技术常有一点纠纷 有一些无知的人会说鸿海好坏 我只能说 如果你是一个人才 公司求你留下来都来不及了 怎么会去搞你 我们当鸿海的股东时 我们就是绝对相信经营团队的判断 鸿海成立49年了 上市34年 连续34年获利 34年佩席 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EMS王者 这都是靠鸿海经营团队的努力 有一些散户看到新闻的片面之词 就在说鸿海不对 当你有能耐把鸿海打造成 世界第一流的公司后 你再来批评鸿海 不然我只能说 你算哪个聪 鸿海对于一些人才的判断 我们这些股东是绝对的相信 鸿海认为某一个员工有问题 那我们就是相信公司的判断 鸿海经营团队有自己的压力 他们要每年为股东赚钱 如果有一些人不适任 想要开除还要被市场的人 或股东在那有的没有的 那他们要怎么做事情呢 不要让民粹去取代专业 当鸿海找了奖上亿出任 MH电动车联盟委员 一定就是要借助他的半导体专业 鸿海在电动车的关键零组件布局中 很重要的就是第三代车用半导体 我们身为股东 只要定时的看法说会 营收 财报 只要公司有达成获利的目标 公司做任何的决定就是正确的 轮不到一些屁孩们在那批评 一些屁孩都一副自己是年薪几百万 几千万 几亿的CEO式的 其实现实生活中还是个鲁蛇 能把自己活成那样 还有时间在那担心鸿海 我也真的是服了他们 强劲复苏 中国二月官方制造业PMI为52.6 2012年4月以来新高 中国国家统计局一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二月官方制造业PMI为52.6 前值为50.1 官方非制造业PMI为56.3 前值为54.4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高级统计师赵庆和表示 二月稳经济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 加上疫情冲击消退等有利因素 企业加快复工复产脚步 经济持续回升 进而带动制造业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综合PMI产出指数等三大指数 均连续第二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PMI数据出路后 A股市场三大指数同步翻红 互指周三盘中涨0.49% 两市上涨个股超过2200档 通讯服务 数据安全 国产软体类股涨幅较大 恒生指数科技指数也大涨4% 此外 据财新网报导 二月财新制造业PMI为51.6 较以月升2.4个百分点 为去年8月来首次高于零界点 并写下去年7月来最高记录 此走势与官方制造业PMI一致 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者表示 二月经济加快回暖 供求扩张 外需提振 就业开始复苏 制造业企业对未来景气更有信心 显示疫情过风后 经济开始进入后疫情时代修复期 不过 王者也说 疫情影响重大深远 目前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 社会生产生活完全正常化上虚实日 因此 政府才会宣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 摆在优先位置 收入和预期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 未来一段时间 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落实 必须更加琢磨于增加劳工收入和改善市场预期 A大回答 去年12月初时 我就和大家说过 中国只要选择与病毒共存 只要两三个月过去 之后经济就会出现反弹 这些事我们都经历过了 也不需要什么神预测或是高深的学问 当中国的制造业复苏 代表在中国的工厂的营收就会回问 相对的鸿海之后 在中国的经营及制造就会变得更没有问题 那中国因为连续三年动态清零 这对中国已经造成了影响 有一些外资企业及台商 他们都已经逃离中国 目前转往泰国 印尼 印度 越南布局 尤其是印度 以中国有13亿左右的人口 印度差不多也是14亿左右 而且印度的人口平均年纪更轻 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 中国的薪资越来越高 因为人口红利渐渐消失 而且中国也觉得自己是世界工厂 没有人能取代他们 所以薪资水准就会越来越高 刚好趁着中国动态清零这三年 很多国家都对中国的制造商伸出橄榄枝 之前中国制造太方便了 所有的供应链都在那 也没有人想要当出头鸟的去印度 或其他东南亚国家 在中国动态清零这三年中 台商及外资企业是被逼着离开中国 因为中国在过去三年防疫的力道太强太夸张 要不是因为有白纸运动 中国人民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 中国的高官们还一直想要在那动态清零 把自己的头埋进土中 接下来中国的就业机会一定会变少 这就是供需法则 需要工作的人多 职缺比较少 那薪水自然就会降下来 之前在疫情时工人会在那拿撬 现在疫情过后 很多外资企业及台商都移出中国了 那些工人为了争取工作机会 就不敢要求太高的薪水 一些品牌商为了分散风险 也会要求中国的制造商 以一些产能到印度及东南亚 我相信中国应该不会坐以待毙 这时有人说 是要限制外资群企业或台商不准出中国吗 还是要没收外资企业及台商的资产吗 会这样想的人真的是太天真了 有开过公司的人都知道 你公司很多的资产都是向当地银行借来的 中国不会纯到用这方法 一定是会寄出优惠方案去留住外资企业及台商 这对未来在中国经营的企业也是有好处的 现在的情况就是 泰国 印尼 印度 越南都会争取这些外资企业及台商去 就会开出好的优惠方案 大家应该有看到刘董又跑去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了吧 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 看得出来印度也是积极地争取红海 之前刘董去郑州时 河南省相当重视刘洋伟这次的到访 为了振兴经济 省委书记楼阳申亲自表达希望富士康继续扎跟河南 申跟河南 刘洋伟则是感谢河南省在疫情时 给予红海许多支援及帮助 也强调将在新技术 新领域 新赛道与河南深化合作 之前郭董说中国比红海更需要对方 这是事实 只是听在一些小粉红耳中不是滋味 那些小粉红在那呛声 倒霉的却是一些需要工作的人 红海是实业 全世界的政府都很喜欢这种可以提供就业的实业 一般讨论区网友提问 股市赚的钱怎么应用 1.不要问 还在赔 2.还不够 继续凹 3.吃喝玩乐 4.买奢侈品 车 包 表 5.买不动产 投入其他投资工具 6.离职 创业 7.就只是每年网上跳动的数字 8.定期做公益 9.其他 不知道 觉得好累 常常问自己这样值得吗 这条路真的适合自己吗 一般讨论区网友必回答 金钱像是魔戒 一旦赚了很难脱身出来 股票赚的钱 即使股票卖掉 钱也还是也还是在股票的账户 99%等待下次进场 赔了等奇迹 赚了期待赚更多 真的会拿股票的钱出来买东西 犒赏自己吗 不 你是用上班的薪水或收租其他收益来犒赏自己 股票赚的钱一直都在股市 一旦进来股市 就只有两种人可以离开股市 一 赔到发毕业文脱离股市 二 赔到破产无法进入股市 A大回答 上面的网友把股市当赌场了 如果你把股市当赌场 确实就是会有很大的机会最终赔光出场 毕竟股市中存在稳赢的政府及券商 很多人会觉得我很常把政府及券商这件事重复地提醒大家 觉得每一次都重复 我只能说 短线交易中最大的敌人就是政府及券商 因为他们扮演的角色是稳赢 大多数的人在股市中都是把钱输给这两个角色 如果你不在乎股市中的政府及券商 那你最终在股市中一定是稳输的 在股市中很简单 就是要克服所有的弱点 最终留下来正确的道路 进到股市中你要投资也好 投机也罢 你都要了解你最大的敌人是谁 当你了解后 你才可以去避免踏进他们所设的陷阱中 在股市中政府及券商设定给你的陷阱就是频繁交易 在这陷阱下 你九成九会赔钱 这时你就要知道每一次交易都要谨慎 除非胜率很高 不然你不能贸然的交易 想要知道胜率高不高 那短线你自然就要有过人之处 你才可以在短线交易中打败你的敌人 很多人觉得短线太困难了 所以就选择比较简单的方式 也就是中长线价值型投资 只需要基本面 产业面及自我心理面 这种投资方式就能完美的避开政府及券商这两个稳赢的角色 但中长线价值型投资得到的报酬率会相对低一些 这使你就能拓展自己的知识 去学一些金融负债的知识 有用过金融负债工具的人应该都知道 这单纯就是要花点时间去跑银行 去比较不同银行的利率 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 就是为了弥补中长线价值型投资报酬率比短线投机低的缺点 在稳赢的基础上你使用金融负债 这就不会有什么最终你一定会输着离开股市这种事 大家看一下巴菲特 他活到九十几岁了 投资了六十几年了 他还是活得好好的 当你在股市中赚到钱后 你为的是买到自己的时间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是需要为了钱去出卖时间 劳动力 只有鲁蛇才会在那想赚到钱要怎么用 当你真正有钱时 首先你当然是买回自己的人生自由 你想在星期一去哪儿 在什么时间点去 想几点出发 几点起床 几点吃饭 都只要你开心就行了 以目前大部分的人生活就是 星期一到五去上班 有一些距离公司比较远的 还要很早就起床 到了中午十二点到十二点半放饭休息一个小时 晚上五点半到六点下班 很多人需要加班 就六点去吃个饭 回来六点半加班到晚上八点过后 好不容易放假了 想要去餐厅或是出去玩 到处都是人挤人 当你财富自由后 你可以试着星期一到星期五去餐厅或是风景区 你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当你财富自由后 就看你的物欲到哪 不同的物欲需要的资金也不同 想要简单的到乡下活着 就只要你和老婆两人买间公寓 没有车子 每天平淡的过 你有一千万就足够了 如果想要生活好一点 也就是房子 车子 孩子 等月多项 又想要出国 买名牌 吃东西 买东西不想看价格 那至少就要三千万起跳 想要房子 车子比较高等级 孩子能出国念书 一样消费不想看价格 至少要五千万到一一起跳 每次我看到一般讨论区上 有人问财富自由 需要多少钱这种问题 当你还会问这种问题 代表你连自己 想要什么生活都不知道 当你有目标时 才能透过手上的资金 设定一个时间 再选择是否要使用金融工具 之前有一个小女孩告诉我 她手上有五十万 打算五年赚到一亿 她就是想要买0050 想要极度的安全 一听就是不切实际 痴心妄想 会告诉你五十万本金 几年内到一亿的 然后又没有风险的人 其实她单纯就是 瞄准你手上那五十万 就是为了要骗走 你手上的五十万 而不是真的有方法 让你变一亿 有时多阅读 你才会有一些尝试 不阅读的人 是无法从别人的文字中 得到知识的 想要从自己的经验 或教训中得到知识 那你的要有足够长的命才行 因为跌跌撞撞到 你真的全部都懂时 你也老了 你手上的资金 也差不多没有了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 观察记录部落格篇 快点快点快点 虎海傻吧 虎海傻吧 摇滚去了朋友们 拿助理人乐情来 虎海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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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三百 加油加油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直播会订阅 直播会订阅 直播 三百